他送给贺本一枚蝴蝶兄章 这是1954年 关于这两个人之间 其实在这个年份是开始 也是结束 那贺本很天真 他以为他一转身 就可以躲过千万次的伤心 可是他不知道这么一转身 他错过了一生的风景 后来男的也离婚又结婚 女的也离婚又结婚又离婚 唯一这40年来 一成不变的 培杂身边的 就是那一枚蝴蝶兄章 在1993年 想念64岁的贺本 离开了人世 葬礼上已经是77岁的高龄 拄着拐杖 走路有点满山不稳的 格雷格莱比克来了 在看他最后一眼的时候 他哽咽地说 能在那个美丽的罗马之下 作为贺本第一个一目情人 牵着他的手翩翩起舞 那是我无比的荣幸 他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终于说了一句 你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 所以送别的时候 他是低下头 吻了他的棺木吧 你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 他说出了藏在心里40年的话 那是贺本渴望的 但是迟到了 也等了一辈子 十年以后 苏富比的拍卖场举行了 澳大利贺本生前的首饰一无一卖 这一次白发苍苍 87岁的格雷格莱比克来了 他只为了那一枚蝴蝶胸章 最后如愿地把它拿到带回去 十年后 半生的光阴里 40年的光阴里 他一直没有告诉贺本 他送他这件结婚礼物 不是普通的胸针 是他祖母的家传 49天之后 格雷格莱比克闭上眼睛 当他干枯的手 握住那一枚蝴蝶胸针的时候 他触及了贺本那个美丽的心跳 握着永远没有办法回头的岁月 跟岁月的深处 这是一段永远不会重复的 青春之链 青春之链 我们的青春之链 给一些爱情的时间 还可以重复的